观众朋友们,大家好。今天是之前视频介绍的出租房屋交房。这套房屋在之前的视频有介绍过,我们是以上市价格5500每月的房租签订的租房合同。 今天将房屋交给租客。之前有提过,这套房屋一直是屋主的自住房,是因为个人原因,所以委托我们团队来管理并上市出租。 这套房屋由于自住原因,所以是带家具出租的。相信有的长时间关注我们的观众会了解,美国房屋出租都是空房出租,不带家具的。 甚至有的房子连冰箱、洗衣机和烘干机这三样家电也是需要租客自己来携带的。 那为什么出租房要不带家具呢?带了家具,会不会更好的出租呢?或者说租出更高的价格呢? 根据房屋管理的经验,大部分租客在打电话时都会询问一个问题,就是房东的这套房屋是不是准备长期出租的? 会不会短期内有收回房屋资助或者卖掉这套房屋的打算? 那也就是说,大部分的租客在寻找出租方式,是想找一个可以多次续约长久居住的房子。 那在这样的前提下,就导致了除了极少数特殊情况的租客,大部分的租客都是有自己家具的。 所以,不带家具的原因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。 第一,从租客角度来说,租客有自己的家具,如果房屋内本身带有家具的话,会导致自己的家具无处存放,那么就需要另外租一间仓库来存放,产生额外的费用。 第二,从房东的角度来说,房东自己购买家具或多或少的会增加出租的成本,并且不能够保证购买家具的风格是租客喜欢的风格。 第三,从双方共同的角度来说,如果长时间的租住,势必会对家具造成或多或少的磨损。 那么,磨损的程度没有一个衡量的标准,有极大的可能性在退房时会造成不必要的双方的争执,那么会产生麻烦。 这也就是所有的投资类房屋都是空房出租的原因了。 这套房屋上市后的两天内,大约接到四五家潜在租客打电话询问,电话进来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家具可不可以搬走,不要留下。 在得知不可搬走后,租客直接选择了不预约看房,直接放弃申请。 那只有现在的租客一家,说如果带家具的话,也可以考虑,然后预约了看房。 在看过房屋后,租客选择了递交申请,那这家租客是韩国人,母亲带着三个孩子,刚到这边, 陪伴孩子读书并等候绿卡发放。 老公在韩国有自己的生意,由于他刚到美国,所以没有任何的证明文件,正常申请是无法通过的。 由于租客的姐姐来美多年,并且熟知这里的规则,所以租客的姐姐作为主申请人,妹妹作为次申请人,来帮助妹妹申请。 经过资料审查,姐姐的收入、存款、信用记录等,都非常的良好,并且有着自己的公司,是个很强力的担保人。 那么,经过屋主同意后,将姐姐妹妹一同加入租约合同,在房屋上市四天后签订了租约。 屋主的决定是很果断的,没有太多的犹豫。 这也是可以快速租出的重要一点。 像刚才说的,大部分租客不愿租住有家具的房子,所以会导致相对来说租客市场变少。 而凑巧的是,这个租客刚到美国,还没有买下自己的家具,那么双方都契合。 如果因为犹豫错过了这个租客,或者出于其他考虑拒绝了这家租客,万一产生了意外情况,空置了一段时间,那反而得不偿失,毕竟会变相地去损失租金。 所以说,屋主的快速决定也是房屋可以快速租出的一个重要原因。 那么本期的视频到这里结束了,希望大家点赞,关注,转发,咱们下期再见。